为什么要学佛 又不能去享受人间的快乐 为什么要这样好像很苦 受苦 为什么要这样来修行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这个繁复的心量很小 那我们的心 其实跟佛的心 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 佛的心就是得到最大的自在 我们的心就没有自在 随着夜漂流 整天受苦 苦苦 坏苦 然后辛苦 一切都不得自在 为了一点点事情就是烦烦恼恼 所谓的成佛 也不是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的 一切一切的烦恼 给它弄干净 让我们的心得到最大的自在 一切众生都是追求 幸福和快乐 那凡夫呢 就是用错误的方法来追求幸福和快乐 那我们修行的人呢 就是用正确的方法 烦恼没有了 越来越少了 这个才是究竟的安乐 那世界能追求的安乐 它是其实是一种坏苦 那坏苦一定会转成苦苦的 坏苦和苦苦是相对而言 那坏苦是增长你的贪息 那你的贪息增长了 你得不到你就要苦苦就来了 你享受一次坏苦 就有千百次的苦苦等着你去受 只有真实的安乐呢 就是不会变成苦苦 这种真实的解脱 就是我们要学活 学活呢 就得到究竟的自在 彻底的自在 这样自在的缘故 我们可以起无量的妙用 帮助一切正在受苦的重生 修行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 生命的意义除了这个以外 真的其他的真的没有意义 其他意义都是让你去受苦的 所以我们要学活 要学 要是要明白这个学活的意义 为什么 一定要想明白了 你学活就会越学越会欢喜